2023年南排俄罗斯杯八分之一决赛展开第二回合争夺 中国主攻守张景英迎来了 流洋俄罗斯后的第二场比赛 他的表现显然更加出色了 面对白俄罗斯的索利哥尔斯克矿工俱乐部 张景英效力的比尔哥罗德俱乐部表现更加出色 主场作战大部分时间保持优势 以25比23 25比20赢下前两局 对手在第三局强势反扑 以25比18扳回一局 比尔哥罗德俱乐部在第四局重新调整 以25比21锁定胜局大比分3比1获胜 两回合双杀对手晋级八强 本场比赛张景英17扣11中 外加两个篮网得分 一个发球得分 一共拿到14分 和另外两位队友并列本队最高分 除此之外张景英接了33个一传 没有明显失误在一传防守串联环节 张景英的贡献也比较大 张景英也是越来越全面的主攻手 所以被称为南板朱婷 张景英出色的表现征服了对手的主教练 后者表示张景英在4号位打得很好 打穿了篮网我们很难抵挡他 这只是张景英代表球队打的第二场比赛 他跟球队的合练次数还很少 相信随着训练和比赛的增多 张景英会更加出色 我们有理由期待张景英在鹅超站稳脚跟 取得更大的突破 如果我们下期待会训练和谈论间的 遥运动其他人费得更大的 东西